字幕提供 好的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來看到這個 比較 接近我們 這個 箏二箏三的場 這個算是箏衣場 那哇門這邊也算是箏衣 不過這個是另外一號 現在是打到鑽石 然後遇到對面這個輻射的符號 那這個對面這個輻射的符號呢也是打到真惡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地圖是我們的弱基盒 右側這邊是我們的這個神聖羅馬帝國 是我們的Warmant 那約莫在四點鐘方向 十點鐘方向這邊是對面是英格蘭 輻射的這個符號Xα 那這邊用的是英格蘭紅色玩家 這邊我們看一下開局六肉二斤 後面再補肉吧 我們看一下神羅的話33分 應該是 大家都這樣 那這邊已經湊到 已經補到六肉了 六肉三斤 OK那這個對局 看一下 英格蘭是前金前石加後果 那我們看一下神羅這裡是前金前果加後石 比較不錯的是他這邊後面有兩個金 我覺得 這張圖不錯 他後面有兩個金 萬一是前面這個金不行 他外面這兩個大點的金又不行 這邊竟然拿到 那你看英格蘭這邊是 這兩個金也是偏前點位 所以說他如果說 被施壓的話 其實這邊小封一下 完全是能夠 應該說是比較容易可以應付這個狀況 我們看一下這個雙方 落土的狀態 這邊是 繞了一大圈回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對方 這裡 好 這邊 英格蘭也 有繞一些羊回來啦 那看起來他也是從遠 比較遠的地方開始繞啦 不過 看起來雙方的 羊量應該是不會差到太多啦 應該是不會差太多 好我們的神羅這裡是已經一下下的 這個我們的雅森教堂 我們是下下那個時代二地標 這邊有亭金 那準備挖石頭 好英格蘭這裡是 湊到了 3斤 10肉 差不多啦 如果一開始是先3斤的話 後面要湊到10肉 然後但是你中途是不能補 啊 不能補田喔 補田你就 你就 你就變成要罰周圍的這個三顆木啦 如果也不是不能補啊 你想 只是這個打法 對比較那個 因為這張圖 一開場開二田的 狀況 比較不需要 也 但你想開也 也不行啦 然後我們看一下 應該是罰三顆邊木 那蓋下了獵王秀道院 然後同時也下下了這個魔法 我這邊也沒有打算停經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要拿 輪軸 喔 輪軸 好三金敲 山村敲 這邊也已經來到山村 挖 這個 我們實況好不好意思清一下火 好我們看一下教掌這邊是 有不斷的在鼓舞啊 那算是蠻用心的齁 好那這邊的話 英格蘭 沒有開石頭 先拿了這個 輪軸 看起來應該就 應該就沒有 沒有在那個啦 應該是沒有在 已經到四分了 應該不太可能在開 在 大概可能在開TC啦 好英格蘭現在國王開的這個步調其實算是蠻多的 一方面 第一支免費的國王可以給 敵人用 那對面這個 Xα是 目前是真惡的 玩家 但是最近好像不小心掉回鑽石 好 看一下 這邊 神羅應該是差不多要湊齊啦 那神羅這邊大概 也是差不多啦 五六村的狀態下 然後有 這個教掌的鼓舞 其實蠻容易就 可以達到這個 既定的這個目標 那 英格蘭這裡是 看起來是要走一個直層狀態 那 他這邊已經加到四斤了 也沒有要補石頭 好那 也是先開了輪走 那 只有三到四個伐木 看起來就是 要走城堡過渡期 不過這邊是兩村敲 這邊兩村敲 這兩村等一下會去挪去黃金嗎 對 挪去黃金 趕快再加個速度 因為其實如果一開始拿這個輪走的話 一開始你的金可能要 配稍微多個1到2吋 然後你的速度才跟得上 不過這張直層的話是可以啦 因為陽夠多 你可以 延緩種田的時間 3到4村去伐木應該就夠利用 好我們看一下神羅 這裡是下一下的 金礦 二礦 金礦的地方下 差點說成二礦了 假裝心愛去 現在下2TC 其實英格蘭這邊是比較慢 上風 反而讓神羅便宜討到了這個可以開在前點的這個部分喔 那算是 還不錯啦 還不錯 好那這邊是 鄰近 果肉 跟黃金跟樹區 其實洛基盒這張圖 可以可以比較容易小微 但是我是覺得怎麼講 也比較容易稍微小龍 因為這張圖相對來講是比較 比較長遠一點 這邊是住進來 開射 我們國王一開始是 二進房二遠房 還是稍微可以扛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在 這個如果要直層也不太可能下鐵匠布 我們看一下英格蘭這邊是 好像是 差不多快收集了喔 快收集好了 我們看一下國王往後面這邊繞過來 神羅這邊是有拉了短牆做防護 看起來是繞進來要看一波村民喔是不是 不過這裡已經發現對方是下了一個2TC啦 那對方這個真惡的這個玩家 看起來 似乎啦 似乎 似乎 似乎是進來繞一下看一下狀況 OK 這麼多村民拉出來 看起來是有鬼啦 好我們看一下 挖門這裡的狀態 挖門這邊是 看到什麼東西嗎 看到什麼東西嗎 這邊是有被 驅趕喔 不過對面英格蘭這一個 喔這個村民跑了過來 好國王在這裡 其實這個好像 瓦門目前的視角是沒有看到 是沒有看到了 那這邊是 目前是繞回來了 好這邊國王要做一波追殺 但是英格蘭的這個村民已經過半場 這邊看到了這邊看到了 這邊看到了 好 應該是 我們看一下 這裡是加蓋 趕快蓋城主宮殿這邊也是16村敲喔 這邊應該看起來也是想要打一波城塊 以 神羅這個步調 而且蠻快的喔 8分20幾秒 好我們看一下 對方的白塔 被城主宮殿站住了 其實這個位置更好 這個位置更好 好開敲 好這時候其實非常的尷尬 這個村民來來回回 到底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敲下去 其實好像也有點來不及 利用國王做一波 掩護 但是這邊還想要上去 招 但是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不過有 出來一隻國普 哇這國普是 非常猛喔 已經倒一排了 有沒有看到 已經倒一排了 不過不能再讓國普這樣繼續敲下去 這邊已經來到兩隻了 欸這個如果再早一點出來 真的會 會有點來不及喔 會有點來不及喔 哇這村民 也獻祭了 我們看一下 哇 們這裡殺對方 九村喔 英格蘭才殺對方一村 這個出師未捷身先死喔 都還沒開始 殺到敵人 自己已經先死了 九村在前線 這個代價也付得蠻大的 好那我們看到這招戰術在上次KGB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這招算是大招 我們看一下英格蘭的家裡 非常的空虛喔 這邊是 隨時很有可能在斷村的一個 狀態 不過現在這邊是 初期啦 大概也只能依靠這些 肉啦 那我們看一下家裡這邊 我們看一下 白塔伸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選擇先去撞2TC 這2TC其實我是覺得是可以頂掉的 那當然他頂名屋也可以啊 但他剛一開始頂這個城主宮殿 因為他是地表啦 我覺得太厚啦 哇這邊是走了過來 但是白塔cover的範圍沒有那麼寬 這邊我們看一下白塔cover範圍也沒有cover到 我覺得似乎是忘記 神羅有這個快速恢復喔 這個緊急修復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把這個 承重心給頂掉 負TC 也相對比較好頂 我們看一下被亂了之後的挖們這邊是 大概跟KGB步調是差不多啦 第一個你還是要有人挖金 第二個還是要有人吃這個肉 那一般的來講被搞的時候有時候會先吃野 然後再來就是要大量挖木 就是 香 因為這時候其實你的民屋會持續被頂掉 你有很多建築要持續一直補下去 那是蠻麻煩 然後再來就是要有冰 我們看一下挖們這邊是選擇希拉的 工程武器製造所 賭進的對方不太可能出兵進來 是不是 那其實比較硬的大概是 如果可以可以選的補裝部 我們看一下 這邊反而是英格蘭補裝部 但是其實現在被 頂的狀態下 兩個村民 兩個城中心還要產村的狀態下 其實有時候冰是不好產出來的 那其實KGB上次那一場 其實是蓋大量的麻雀去抓到這些 呃 衝車 我們看一下英格蘭家內部這邊村民是有稍微起來了 然後這裡的村民 看起來是 欸為什麼要跑掉 欸 欸他跑了 喔是難道是因為 扭力弩砲塔出來了 他覺得情況不妙了嗎 通常扭力弩砲塔出來下一步就是要準備巨頭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是 挖門這邊目前是 金也還持續挖也還夠 我覺得主要是 感覺 頂掉這些去頂副TC會比較好 我覺得啦 我覺得好 那主TC頂掉也不錯 這邊也有把國王跟金馬弄出來 這邊還有一村在留守 我們這邊是後面趕快加蓋均勻 看起來是要補一波裝部沒有錯 好 哇這邊也爆開這邊也要沒了國王在旁邊 剩30幾滴血還往前 直接被一波收掉 好我們看一下英格蘭現在是窮到不行啊 窮到發慌啊 通常這個大招失敗之後其實就是自己要喊GG啦 呃 這一招 確實是 呃 之前的TR是有測試可以打到增三 我不知道這位玩家 這位 Alpha這邊這位玩家是不是靠這招打上神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 隨著越來越多人會解這招的時候 那你這招其實 就在天梯上你也討不到便宜啦 OK好巨頭出來之後開始點白塔了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神羅雙TC對英格蘭的對局英格蘭放大招一樣是白塔前壓然後雙TC神羅在後面鋪田對方撞錯了 地標一開始算是沒撞錯啦一開始先撞這個名牧 這個名牧撞掉也可以然後之後應該是要轉戰 PC 跟這個 撐住宮殿然後後面可能你再慢慢要轉一些再轉一些兵出來去把他推掉 甚至他後面這邊是可以派 這個 金馬來抓 好甚至你可以點小弓在這邊 也可以 塔弓也可以 反正你木頭那麼多其實你就可以配合塔弓 塔弓 塔弓 其實這一版應該會有進化版 就是 白塔前壓我覺得應該會有進化版 白塔前壓可能要封對方的木 封對方的木讓對方很難受 那一來他可能沒有辦法 這個 沒有辦法生產這些東西出來 凡是 那我覺得應該 彈數研發的小組應該會在做 大概是你清完周圍的這個狀態的時候如果看樣子是在清的當下 其實你就可以開始用 拉個四五村 然後來開始做這個 敵方周圍的這個什麼 這個木群開始可以 壓塔然後做升級 那我覺得這個戰術小組應該會去做啦 因為其實你在當下很多人挖木的時候你是靠木頭戰術在打 那這樣的狀態下應該是可以 只不過你可能要有兵啦不然是因為在你沒有升級塔的狀態下他 如果被他發現他這麼多村民可能會強制上去燒 你還是有一些小兵 好看起來前面的白塔是被解掉了我們看一下挖門這邊這一波要準備順勢的推出去我們看一下 我應該很加以內部 應該喔這邊是剛剛白塔升出來的金馬我們看一下這邊是補了一片H田喔 然後大量的 剛剛一開始是被殺十春嘛然後殺對方三春 前面被撞的正著 好騎士克 撥兵 不過這些裝海撥兵因為還沒有 點好一些裝部科技喔 那中槌這些等等都還沒 整個都還沒點完啦 所以其實就是 被撥的狀態也會比較明顯喔 好 我們看一下挖門這邊是神羅是 努力的在復國 中途看到了金馬 也把這個 哇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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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llamado發生機器 其實你看這個打二真一的瓦門也是會類似這樣 我們看一下 神羅開始轉出的一些這個 長槍 不過看起來這個 好像還沒啦這個還沒轉完這個真的還沒轉完 現在是用裝部加我們的這個長槍兵 看一下第一波這個是小失敗 因為兵還沒蓄起來 那第一波去起來金馬救了英格蘭放大招的一命 開始撿那個遺跡 還有力氣撿遺跡 看一下挖門這邊也是有在設定撿遺跡 白塔在人家家已經game over 這邊看起來是要守護遺跡 看起來還是有求生意志還想再打 不過我們看一下神羅加的田是已經轉完了 我們看一下後面這邊也下了兩馬救下來 然後這邊是點騎走不是金馬 我以為是金馬 黃金是不是就交給長槍兵 交給裝部用是不是 然後加科技 然後自己點長槍裝甲加 這個肉嘛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哇 神羅的教長躺在地板上睡覺啦 那 以這個狀態來講 目前一個人 700多肉 但是要產神兵啊 喔 英格蘭老頭出來啦 下一個獻祭換你 好沒有 這個 鐵匠布蓋了兩個 這邊可能是有點騎了 沒有軍營沒有射箭場 然後我們看一下神羅這邊是下了劍塔 好神羅正面準備壓一波喔 直接衝 好直接衝 英格蘭 時代三斤馬看到這麼多長槍兵 直接硬戳死在面前 好這一波進來 歐羅羅馬 點起一機要幹什麼壞事 好直接跑 看起來是沒有招到啦 這邊只能拖延一下時間喔 好我們看一下正面的部分喔 英格蘭的村民也拿起來 開射了齁 看一下左側這裡 在 騷擾影響了 分心一下 好村民長兵上 金馬這邊其實有點死傷 非常嚴重 好村民全部都住回去喔 這邊是長兵非常多 我們看一下神羅這邊是不斷的把兵往前堆喔 那我們看一下 呃 金瑞裝甲 我們看一下他的鐵匠布的部分 看起來 看起來是生的喔 中槌是生的喔 有有有 他 看一下 不過為什麼感覺怎麼樣子不太一樣啊 他不是雙手中槌嗎 還是我誤會了什麼東西是不是 好我們看一下英格蘭在家裡這邊是 常駐村民喔 肉還有700多 不過他的這個 軍事建築是完全沒有補出來喔 但是兩座 馬舊也沒辦法做太多事情 現在被長兵客爛 我們後面這邊的巨頭喔這邊還有魚力去抓後面的巨頭 好這邊沒了 看起來 被點掉了我們看一下這個加二的感覺好像是點這裡的 好這裡啦這裡啦這裡還沒點啦我好像奇怪 好我們看一下喔直接被解決掉 其實我覺得放完大招喔你真的真的我是覺得沒有打下來就是該 該投了因為其實我覺得 比較 如果真的想po的起來 也不是不可能啦除非是遇到 他很多對手然後 然後他可能不知道怎麼 那我覺得這有可能 不過看起來裝部都已經直接在家裡喔圍起來 拆房子拆你的軍事建築 拆你的村民 那你只剩這15吋而已幾乎是不太可能贏 已經死掉38吋了只剩15吋 然後面對對方100吋 這個還可以輸的話我覺得應該嘛 這個比較不太可能啦 好這個 Xα有點在脫台前 這個還不投降是不是 OK其實應該是投了啦應該是要投了啦 已經兩軍事單位比52了這兩軍事單位是哪來的這邊這邊這邊來了 還有求生意志 願言沒了 神羅這邊 是只要不斷的暴兵衝到200人口直接就把他們 現在就慢慢燒慢慢燒他如果不投你就慢慢燒慢慢燒 燒進去 田啊 明屋啦 燒他全部都卡存 然後承認中心壓著不要讓他出來這樣 大概是這樣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獵王修道院也快沒了 然後這個白塔根本不用說了 早就已經沒了 好直接燒 英格蘭主承認中心 好看起來是 要強制地標勝利 好沒有 OK 對方投了這邊前面壓一個大靈城堡 OK 好那以上呢 這個是我們 無阿門 由神羅對上英格蘭 英格蘭放大招的一個 對局 好那這個 算是有兩步的英格蘭大招的對局 那希望大家 這個 未來遇到這英格蘭大招也可以知道怎麼解 然後第一次解應該還是有可能會失敗 因為 手忙腳亂嘛 對不對 那 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學起來 我們感謝大家 希望第一次看到頻道的朋友們 以及我們的玩家 未來的潛在玩家 那麼希望可以按讚推播一下 幫忙訂閱一下 感謝你 我們下一次這個 天梯的這個對戰 再見 OK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